今天科斯要帮我们针对了在汽车族群当中 现在看到的成长趋势不单单是电动车 甚至包括了在汽车零组件 也是遇到了十几年来的大好光景 好的 汽车产业出乎意料 跟早年我提升级股一样 没什么股票可是到最后变成兆元产业 汽车产业可能更不得了 好几兆元的产业 小燕你知道我30年前是汽车研究员 当时的汽车股给你猜有几档 十多档 六档 从2001的玉龙到2006的山洋工业 只有六档 所以当汽车研究员很轻松 就是研究一下 后来一些零组件 板筋业 所有我们叫AM 就是aftermarket 就是售后服务的一个市场就越来越大 现在不得了 现在电动车进来来讲 翻转整个全世界 所以你看到所有全球的大企业 都想吃这块品 因为这块品太大了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台湾 尤其我们的电子业很强 那将来的汽车可能就是手机的一个翻版 把手机能做到的什么东西都 全部都融入到汽车里 全部都融入到汽车里面 所以说台湾这个新南海找到了 但是我们要从哪些比较有竞争力的公司 那未来这个会发展很快的 这样做长期投资来讲 我想未来的一个十年内 应该是一个很重要要发掘的一块 那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统计过 去年这个疫情很严重 所以2021年的一个汽车有衰退9% 只有7150万辆 那今年来讲他们预估会稍微沉産一下 到7500万辆 那以未来拉长来讲的话 搞不好以后会一兆万辆也不一定 所以一兆辆整体的一个汽车产值非常非常高 那日本做过新增的一个研究 他把未来的一个趋势 包括连结、自驾车、共享、电动所带来的 这些强势的一个周边产业的一个产值 他可能从1兆美元到2030年变成3兆美元 3兆美元是什么观念 是90兆台币 这台湾的一个GDP 如果15兆来讲要做了7、8年 所以说你这样的一个产值来讲 难怪各国都是在这么抢食这一个大饼 所以说他一估来讲电动车市场 尤其这里的一个成草力道会非常的强 加上全球的一个碳中和的一个要求来看的话 我们2021年做了600万辆 让我们看一下它的排行 事实上全球首富变成电动车的特斯拉 马斯克来讲的话 我想我这里非常非常强 那也是独占凹头 另外来讲他们估到2026年 就是1500万辆 事实上这个素质很高 小燕你知道台湾一年的一个汽车销量有几万台吗 它只有这个三十几万台 50万台都算高的 三四十万而已 而且这几年受到疫情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更不好卖 那你看这1500万台 哇这个台湾这种数量不得了 就爆炸了 而且它护车的成长率32%很可怕 我们用10%来讲的话 就是表示这个7年就会成长一倍 那以32%这不得了 就成长好几倍 那另外来讲渗透率就是28% 28%代表四台车就有一台是电动车 就是到未来五年之后 那未来这个十年之后呢 就是会达到三辆车就有一台是电动车 而且这样达到这个三千万辆 就是在整个产值的一个三分之一左右 那我们看一下未来的这个汽车产业 就进入战国时代了 虽然谁比较厉害 第一个来讲的话这个龙头的特斯拉 那另外来讲的话 事实上大陆 几乎很多家都在做这个汽车 那另外就是比亚迪 这档股票这个以前红海打不死它 然后巴菲特继续买它 你看巴菲特赚它赚了快40倍 所以说巴菲特还是有它的投资眼光 虽然最近股票有被套了 这个抄底抄太快 有被套了的一个现象 不过比亚迪近期股价也很厉害 对很厉害 如果可以上一下 哇这个不得了 这是在大陆空头股市之后的一个多头股 那另外就福斯 事实上比亚迪可能是短暂 而且它是一个内需大陆的一个市场 事实上战争全球来讲 事实上最有竞争力的是福斯 就是Voswegen 它跟这个特斯拉有点打仗 是比亚迪的股价 这好像看起来不是大陆股市 这个是一个超强的一个股市 所以说这里来讲 然后都是以后一个很好的一个指标 另外来讲这些以前像宾市 BMW 像Honda 像Toyota 这都以前汽车大厂 你看它的汽车电动汽车根本跟不上 所以说战国时代才刚开始而已 搞不好他们是后发先知也不一定 所以说这个好戏陆续会登场 另外2020年因为大陆封城 所以说比亚迪竟然四占到24% 所以就在大陆严重打败了这个所谓的特斯拉 那另外来讲的话 有什么亮点 我想这里来讲的话就是新的产业 包括像马达 电池 充电枪 晶片 这个电控面板 以银来讲的话 这些都是新的产业 那传统的产业 那它整个项目来讲的话 这个有开车的 尤其男孩子都比较喜欢 像抬头显示器 你开车开到睡着 它会提醒你不要再睡了 那像盲点侦测 有时候有些盲点会撞到人 或者说猫 动物小孩躲在车底下 它都会把你收起到 安前点 就这里来讲 这都靠晶片 那另外来讲车道骗你 新手来讲的话 这个手抓不纹的骗你 它会叫你赶快回来 那防碰撞 就是有时候你车跟太近 或者说前面急杀 那它就有一个功能 自动把你杀 那像胎压侦测 360度环境跟镜头 跟以后是大车雷达 又接到所有地轨卫星 所以说这一量也实在太大了 那因为族群很多 我们差不多介绍一下 像传统的这些 今年第二季来讲 变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 市场的一个主流股 我们看一下TVC TVC来讲也是很老的公司 这个量20年不涨 那一涨上来来讲 带量然后带到龙卷 那这里来讲你看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格局 那另外来讲像耕鼎 这种做板筋的 比较传统性的产业来讲 它也会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涨幅 所以这些产品产业 大家你看 这是很难想像的 前面都躺平 那代表整个汽车产业都可以上来 所以说这些相关的一个传统产业 大家可以复习一下 那这里来讲的话 或许这个老的公司 还有老木的第二春天也不一定 那新的产业来讲的话 因为牵涉了很多电子股 那你要看它在汽车产业上的一个比例 而且这个它卖车后未来前途 那另外最重要的 我们接下来持续追踪 电池 得电池就是得天下 你一跨入这个产业 你的本益比马上拉高 那另外来讲的话 我就跟第一轨大卫星的 在电车产业上比较特殊的 包括这些天线 那像以前我们眼前不会做 那现在东远是做它的一个马达 所以说这里来讲的话 新的产业新的南海的各公司来讲 长线的爆发力一定会很强 所以看得出来 汽车产业当中 不管是传统的这种售后维修 或者是新的电动车 都是成为今年汽车产业当中 两大成长引擎 那刚才也带我们看了概念股当中 到底有哪一些可以持续的来进行留意 那策略面的部分 稍后继续追踪 留言 还需要 几个小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按摩 订阅 订阅 当中 在这种售后继续 的